Hello 大家好 我是牛叔叔 今天终于迎来了《迷流之国》的最后一集故事 总体来说这部剧还是挺有意思的 能让我一口气看下来一泼尿都不尿的剧属实不多 而最后一集的收尾也很完美 给人的感觉是这部剧里的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 看起来很有代入感 看过之后会让人期待一些角色的后续发展 那么咱们闲话少说 这就开讲吧 上回说到 梁萍和大长腿都猜到了有可能是女巫的人 但由于大长腿不是主角 所以这个揭晓谜底的机会当然不属于他 于是出门之后就被路人甲一棍子打晕了 另一边在大厅中 武斗派重将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包围起来了 立国依旧是冷血无情 下令手下杀光众人 可是手下们已经杀人杀到手软 快受不了了 感觉到了自己干的不是人事 都迟迟没有开箱 互相观望 开 立国大怒踹到了一个小弟 不服命令里全都当成女巫对待 说罢就要一枪结果的小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只听场外响起了一个声音 快住手啊 来者正是咱们的主角梁平 梁平率先表明了自己的清白 发生命案的时候 我被你们绑起来了 这个你应该知道 如果你不是女巫的话 就不应该杀我 让我这个游戏天才 带领你们走向胜利吧 游戏天才是吧 带领我走向胜利 立国是这个场子里的老大 怎么可能听梁平的安排 英子一看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 梁平又要尿裤子了 干脆用出一招反间计 立国你这么害怕梁平找出女巫 怕不是你就是女巫吧 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立国就这样承认了 其他五头派的玩家 虽然惧怕残暴成性的立国 但也都把手里的枪举了起来 没想到这时候立国更乃劲了 来呀你们开枪啊 游戏就开枪 就在大家要把立国打成筛子的时候 又响起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女巫不是立国 这个游戏难度是红星石 答案绝对不会这么容易被玩家找到 只是不知道立国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女巫 或许他自己有难以启使的原因 或许他杀的不是那个女孩 而是冒将 梁平从立国的眼神中发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自我厌恶 自暴自弃 这种眼神就和那天梁平死了兄弟的眼神一样 所以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杀死了朋友的眼神 从梁平第一天来到滨海 他就觉得奇怪 明明武斗派掌握了组织的所有枪械 怎么可能被理想派所压制呢 所以立国你并不是冒将的敌人 而是他的朋友 你们在并肩作战 冒将控制着那些天性善良的人 你则控制那些极度危险的恐怖分子 比如枪难刀难 因为只有你能压制他们 你心里苦啊 梁平说到这里的时候 冒将又情不自禁地进入了回忆沙 想当初冒将和立国被拉入了这个世界 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血腥游戏 内心不禁陷入绝望 可是作为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 冒将心中有更远大的抱负 为了避免后来的人们也陷入无尽的绝望 他要替人们创造出一种希望 没有就应变 那就是凑齐所有卡牌 就能回到现实世界 其实这个纯粹是瞎比安利 凑齐卡牌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没人知道 但只要给人们希望就够了 大家就有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 冒将去参加游戏 按照事先的约定 立国去和他秘密会面 立国表示已经快压制不住 枪男和武斗派那些疯子了 天天干的事简直太恶心了 没事就要挑戏个大姑娘小媳妇的 人家本来是一个善良的小宝宝 却要伪装成大恶人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两的 实在不行 就让滨海组织解散吧 咱们俩继续并肩作战走下去 可是立国不知道 冒将的心理也很崩溃 每天都要给大家伪造希望 让大家活在幸福之中 可你又明明知道自己是在骗人 这种心理上的折磨也很难受 但表面上冒将没有废话 只是跟立国宣读了组织的规矩 背叛者死 说罢掏出武器 就在抠动板机的一瞬间 立国做出本能反应 倒地开枪 结果了冒将 但他万万没想到 冒将的枪里没有子弹 也就是说冒将已经替自己的挚友 想到了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 既然压制补助武斗派了 那就让立国上位 让武斗派上位 自己这个滨海的创造者退出 就这样为了维护大家的虚假希望 冒将选择了死亡 当回忆杀结束的时候 立国已经泪流满面 心中五味杂陈 替自己的兄弟不值 也替自己不值 所以在红心石游戏开始后 他干脆破罐子破甩 要将逼疯冒将的滨海玩家们 全部弄死 替冒将复仇 当然武斗派他也没准备留着 全部干死 只是没想到 被梁平这个小机灵鬼给探破了 那么说到这里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女巫呢 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按照游戏系统那种恶心人的造型 梁平给出了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 女巫就是那个死掉的女孩 蒙蒙花 听到这里所有玩家都懵逼了 蒙蒙花自己把刀插到了胸口 她是吃药吃多了吗 梁平的理论则是 如果我是游戏的设计者的话 我就这么玩弄你们 立国彻底要让滨海玩家们 给冒将陪葬 坚称自己就是女巫 梁平是在胡说八道 可是玩家们全都反应过来了 相信了梁平 没有人对立国开枪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立国还在人群中大闹 这时候跑过来一个不起眼的玩家小黄 说自己有办法吸引立国的注意 你们趁机把蒙蒙花的尸体 丢进火堆里吧 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包括在二楼欧逼的白毛 怎么还跑出了个游戏发拍员呢 这是什么情况 这时大肠腿终于在水机的搀扶下走了过来 原来他发现握住刀子的指纹是倒握的 也就是说蒙蒙花确实是自己捅死的自己 那为什么蒙蒙花要自杀呢 为什么小黄又说自己是发拍员呢 莫非这两个姑娘还真是系统安排进来的 不过这个问题还是等游戏结束再说吧 再过几分钟限定时间就要到了 众人准备抬起蒙蒙花的尸体去活动 不料一阵突兀的枪声响起 从门口走进了一个人影 居然是身受重伤的枪男 他还一门心思要杀掉这里的所有人 关键时刻利果站了出来 一招野牛冲锋 顶着枪男冲进了大火之中 同归于尽了 接下来在焚烧了正确的尸体之后 众人的手机同时提示游戏通关成功 尘归尘土归土 滨海组织的大本营也化为灰烬 而在大火之中的小白毛 得到了最后一张红心石 数字牌全部凑齐了 接下来游戏系统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第二天 梁平和英子再翻开一个手机录像 这是发牌者小黄在死后掉落的物品 录像内小黄介绍了他和蒙蒙花的身份 他们原本也是被拉入这个世界的玩家 但是有一天有人找到了他们 让二人充当游戏维护员 也就是发牌者扮演boss和设计游戏之类的工作 他们的奖赏就是无需赚取休息时间 没想到这一次 系统为了设计一个超级难度的游戏 居然把蒙蒙花给献祭了 这也是小黄要主动暴露身份的原因 录像中还记录了游戏运行团队的地址 在一个地铁站里 梁平二人通过录像看到 运行团队的大楼灯火通明 貌似里面还有很多程序员 监视着玩家的游戏进度 不时爆发出欢呼声 看来这帮家伙就是游戏的设计者了 梁平和英子决定去找他们报仇 走过漆黑的地铁站 走入程序员大楼 没想到这里死一般的寂静 再往里走死尸遍地 原来程序员们全都被干掉了 更没想到白毛和水姬也在这里 白毛这个家伙智商果然逆天 愣是通过一张潦草的地图就找到了这里 本来他还想看看收集完卡牌是否会有奖励 结果到这里才发现 这帮家伙根本就不是游戏的主办法 在玩家胜利后 他们就被处决了 那么更上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无聊的外星人 便在此时 他们面前的大荧幕亮了起来 恭喜各位玩家 在用各种方法干掉自己的同伴之后 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那么作为奖励 主办方将提供更精彩 更变态的游戏 来满足玩家 当然这一次就是人头牌了 好好休息一晚吧 明天开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